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攝斯胡靜思 今天帶大家來到LG新電視的發佈會 不過看到現場有這麼多Maserati的名車 到底Maserati和LG新電視有什麼關係呢 我們現在馬上去看看 Maserati這個全新體驗店 在銅鑼環這裡正式開漲 都很感謝LG 可以提供這些原理這麼漂亮的畫質 LG Object系列其實是加入了不同的設計和顏色的元素 它既會令到你會注視在它身上 但是同一時間當你不用它時 它也可以很低調地融合在室外設計的環境裡面 我們用了我們最新的OLED EVO的屏幕技術 結合了一個Bilet Booster的影像科技 它的光亮度和對比度 都會比起傳統的OLED有所提升 設計上為了提升它的音響效果 我們特意將一個80V 4.2聲度的 的倒比全景式喇叭 以一個前向式的報告 隱藏在滑蓋的裡面 大家就可以感受到 好像坐在戲院第一排的聲音的震撼效果 這部電視就是LG Object系列第一次推出的OLED電視 跟一般的電視非常之不同 為甚麼呢 因為就這樣看外觀 其實好像一個藝術品 斜斜地拍在牆身上 不用特別安裝 不過你想貼牆的安裝 亦都可以做到的 而下方這個來自丹麥的藝術職部 其實內有乾坤的 因為它收藏了4.2聲度 全景聲音響系統 還有很多不同顏色選擇 這部電視最特別就是 有兩個模式可以讓你任意切換 現在我們看一個叫做Voo View 適合你看電視 如果按一按它就會變成Line View Line View就會螢幕上升到半格 實用性亦都比較強 可以看到日期和時間等適合 平時沒有看電視的時候 就可以像藝術裝置一樣放在家 這個LG的ISO除了漂亮之外 都是4K OLED EVO面板 配備4K 120Hz自發光OLED EVO屏幕 還有Brightness Booster 亮度提升支援低藍光認證 影像處理引擎方面 有Alther 9 Gen5 AI Processor 4K 支援Dolby Vision IQ HDR 10 Pro HLG 還有Film Maker Mode 在打機功能方面 就配備Game Optimizer VRR ALLM 還有HGIG 售價方面 65吋電視 賣599,980元 今次發佈會的另一個焦點 就是這部LG OLED EVO G2的電視 其實它都是Gallery Edition 所以看到外觀上 一樣是很有藝術的感覺 而電視下方 配備了一個腳架 可以方便你放在家 任何一個角落 亦都可以提升生活品味 這部電視有Alther 9 Gen5 AI處理器 還有Dynamic Tone Mapping Pro 精準調控全螢幕上超過5000個單元 機名方面就有4K120Hz NVIDIA G-Sync AMD FreeSync VRR ALLM 以及HGIG 還有低南光護眼屏幕店 這部G2 55吋就是賣30,980元 65吋售價是51,980元 而77吋就是124,980元 今日來到LG產品發佈會 一次過看完兩部電視 未來小失就應該會問LG 借這部電視回去慢慢做一個評測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那條片 如果大家今日都喜歡 同事私一齊去看LG新電視的片 記得要Like、Share和Subscribe 最好就按鈴鐺 記得不要錯過我們的片 我們下次再見 Bye Bye